新光金控集团台湾新光商业银行 领先金融业界率先启动永续之光 环境之牙倡议行动 鼓励同仁走到户外 了解台湾地区环境保护的真实样态 特别举办2018永续之光新光银行 环境种子教育行动 选择来到环保立县的宜兰 从事深度体验的环境教育行动 对我们来升高要开心 待会就带大家了解我们升高的环境 107年12月1日 由业务服务部协理郭文湘带领 第一站来到获得环保署认证 环境教育场域的自来水公司 深沟水源生态园区 透过园区解说志工环境导览 让参与的亲子伙伴 了解自来水公司取水用水的循环作业 最主要这个水管热水的时候要怎么处理 打几号 19 19 很棒 超厉害的 谁打对的 深沟水源生态园区 同时拥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 由于环境保护得宜 形成相当可贵的生态链 园区内多样性的树种 也成为大家认识水生 和台湾原生种植物的大教室 我们现在在指这个渡渡就是小越南渡渡 小越南渡渡渡 它好像遗伞这样的 也叫做火刷球遗伞的 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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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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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香 注意 有一點百香果的香味 這個很舒服 舒服 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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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滴下去就是水滴 對不對 水滴是住來水出心 一點一滴為我們的生活 住入幸福 一滴水一滴汗 滴滴皆幸福 這是什麼 夜圓 今天就是五圓來做會 哦 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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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地走訪的過程中 讓大朋友小朋友 深刻的感受到水源環境之美 從弟弟湧出的如珍珠般湧泉 成為值得珍視 並且賴以存活的用水 在潜移默化中 傳達節約和保育的觀念 那邊有沒有冒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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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戶外課程 星光銀行也邀請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理事長 陳建志教授 和大家分享與水資源關係緊密的食農議題 在氣候變遷劇烈的趨勢下 要對未來有所警覺 透過互動提問 參與者了解食物為什麼需要取用低碳里程的品項 以及怎麼吃才健康 食物革命會如何進展 在老師的解說中 讓大家更珍惜食物得來不易 選用在地食材 桌上的美食佳肴 通過國際食藥檢驗合格 這一餐 在圓山鄉盛陽園區的水草餐廳 讓大家吃得安心也吃盡健康 下午的環境種子行動 來到同樣獲得環保署認證環境教育場域的 香草飛飛館區參訪 一走進館內 三十年桂花老樹 飄散著濃濃的桂花香 還有多元的香草植物 讓大火可以深深的吸取天然 又濃郁的香氣 不同境界就不同的香味 那現在看到這個桂花樹 它大概七十歲 這邊一顆這邊一顆 才能從歡迎各位貴皮 天空步道居高臨下 觀賞植物如何與建築 和環境融合共生的設計理念 走到哪都能聞到撲鼻而來的香味 是另類四香味美的享受 其實含笑花是一種美麗 我們覺得以前回去外婆家 或者阿嬤家 身上阿嬤都會有這個味道 或者是阿嬤家旁邊會種一兩顆桂花 或者是含笑花 緊接著豐富的體驗課程 是由永續低碳聯盟志工 帶領參與活動的眷屬小朋友 透過融入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科學教育的活動 讓孩子在遊戲中學習 它最後呢水可到河裡 最後都會到哪裡 海裡對不對 它中間會經過污水儲離場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當的就是 每一個人都是一個水滴寶寶 當中有水源寶寶的冒險 瞭解水污染對河川所造成的衝擊 也有小水滴到我家 利用疊疊碑認識水流 從溪河到家中水龍頭的順序 還有環境指標的瓢蟲 觀察旋轉中的瓢蟲 探索摩擦力的原理 天才小釣手 則是讓小朋友了解 生態枯竭的嚴重性 採取保育行動的重要 這張科普活動競賽方式 孩子得到的獎勵 是由社福團體以在地素材 製作而成的名產 當作獎品 星光銀行透過具體的環境教育行動 將重要的環境意識 升職在員工 家庭和供應鏈夥伴當中 這個活動其實也是配合了 一個社會企業導演責任 我們希望是由員工以外 然後發展到他們的家庭 因為總是一個親子 跟家庭上下來看的話 大家一起才能由家庭來推廣 透過實地走讀 讓原本坐在辦公室的同仁 更深刻體驗生活中 強化實踐保護環境的重要 同仁能夠參與 尤其是我們這次 特別請同仁帶著小朋友 家庭一起參與 也能夠讓整個同仁的家庭 一起來參與這個活動 來影響他們 讓他們更了解整個環境 還有實在的重要性 值得一提的是 永續之光環境之啞行動 導入ISO2021活動永續管理系統 共研擬32個永續活動 以及設定7個永續目標 驗證公司隨行觀察 以改過去嚴肅致勢的 集合作業 我們希望是透過這次的倡議 也鼓勵民間的團體 民間機構也能夠來響應這一塊 那當然這個都是 直接間接提升我們國家競爭力 我們也希望透過一個這樣的 在社會上的一個宣導 那麼以後有更多團體 能夠來接受 甚至來主動來推動 這樣一個活動永續的一個概念 包括它的規劃 以及到它實施的每一個階段 那它可能要去考慮的 就是包括環境 社會經濟不同面向的一些 可能降低它的一些衝擊 這次的行動 最後安排了浮水化環保 背帶製作 透過不同業態重力原理 在水面作畫 參與的星光銀行同仁 帶著家人一起動手玩創意 先將顏料注入紅色的水盆中 用細針劃開來 再將麻布材質的袋子 放在水面上 就成了一件獨一無二的創作 國動結束前 星光銀行協理郭文香 感謝同仁積極熱心的參與 也見證了藉由環境教育行動 可以帶來更多正向能量 活動呢不是一時的啦 一定是持續的 所以我們未來呢 還是會有更多的活動呢 有關於社會企業的責任 或者一些環境環保的議題呢 也希望大家共同來參與 郭文香協理感謝 在華為力群國際公司輔導下 讓星光銀行以實際行動 參與永續低碳聯盟的倡議 提升企業永續經營的能力 很多可能大家平常 週末出來國會走的點 那是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叫做環境種子的 一個交易行動 那今天其實很特別 我們整體的跟環境的設計 其實是按照 一個叫做ISO20120 有活動永續的一個管理系統 來做導入的 而這場2018有序之光 星光銀行環境種子教育行動 導入ISO20121 則是通過了SGS 台灣檢驗科技公司的認證 此外星光銀行環境行動 同時獲得環保署低碳活動認證 同仁們開心地打卡合照 未來渴望將ISO20121活動 永續管理系統 導入星光銀行其他部門 持續積極向利害相關者 能夠溝通企業社會責任的理念 讓同仁參與永續發展的行列 永續發展的行列 永續發展的行列 永續發展 永續發展 成立 成立 成立